关键毕加军的火是好 是这样的 是 那今天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关键词 有比如说成长 有陪伴 有分享 那我们等一下 因为今天公民很多人在刷四个字 叫做永不言拜 是的 那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于家主播的一个永不言拜的故事 她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也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神 女神 对她是女神 她之前被韩国公司选中 然后家里人很支持她 就不惜重金吧 然后付出了一些 我们能不能考验一下 说到这儿这几条线索 我觉得很多了解我们于家主播的这些粉丝们 应该能猜到是谁吗 打在公平上 去了韩国深造 并且是于家的女神 而且没人敢跟她抢 是 而且听说她后来因为家里的事情呢 放弃了这个音乐之路 不过后来她在歪歪也在于总的这样的一个 大力之势 完成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没错 那么其实不仅仅是小水 在于家有很多怀衰梦想而来的主播 家境不好 但是热爱唱歌的酒吧助唱歌手 华健 还有我们的音频怪兽 因为身高问题被排挤 然后在网络找回自信的我们的罪嘴 她是因为身高太高了 所以被排挤 不是因为 当然还有我们因为长相 而在现实里面备受打击 然后在外面上面成为比千万的你 是吗 还有在现场因为身材太平了 而备受打击 跑到网络上找回自信的血球 并没有好吗 好的 那当然了我们的瑜伽呢 也一直以为 用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主播 实现自己的梦想 没错 投入重金 帮助主播走向现实和偶像同台 比如说我和老B 就很有幸的成为很多晚唱会的主持 对 现在应该说是官方的这个标准主持 但是好像已经下杠了 并没有 是因为我主持是艺人的 我们很忙的 对我们早期很满的 是这样的 是那无论多大困难呢 工会都永不言败 因为瑜伽的宗旨呢 是让大家在网络上获得更多的快乐 给大家一个遮风挡雨 像家一样温暖的地方 好的 那么有请就给大家带来他的单曲 我不认输 给予的机会也许没有把握 成长的路也许坎坷起伏 生活的气息也许充满绩效挖苦 但我从不服输 挥舞的激情 凝滞的时间 青春面前 我不能丢弃自己 我不优秀 但我从不服输 再大的压力 我也不会放弃自己 迷途 我不服输 陌生的城市 陌生的街 流浪的人 像秋天落叶 迟逝的遥望 故乡的月 绝不经意掉眼泪 长长的日子 长长的夜 心中的魔鬼 不会实现 多少个希望 用上一天 要不停的往前飞 我不认输 那狠狠的夜 冷漠的下车 只要我拖鞋 只要我拖鞋 天黑的迷迷 不再高原 我那最疼的血 换明天 我不认输 那无情的夜 无情的笑着 我痴痴甜甜 微笑的伤痛 不再明显 我用倔强的心 感冬天 不流泪 我用倔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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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认输 我用倔强的心 不流泪 我不认输 那冷漠的夜 我不认输 我用倔强的心 需要我妥协 天黑的黎明 不再遥远 我那沸腾的血 换明天 我不认输 那无形的夜 冷漠的沙尘 需要我妥协 微笑的伤风 不再迷惊 我用这场的心 感动天 不流泪 谢谢 哇好棒 感谢小水 感谢小水 谢谢这真的是我的女神 当然也在这里 谢谢一直留守在我们的五四三 一直支持着瑜伽的所有的小伙伴 谢谢 没错 那么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瑜伽就成立三年 在这几年的时间以来 我们经历了许多许多的事情 风雨兼诚兄弟比肩 在这里 我代表瑜伽 向所有的同仁再次真诚的感谢 每一位主播粉丝 以及幕后的管理团队 还有每一位支持瑜伽的游客朋友们 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瑜伽 谢谢你 是的 瑜伽在一步步的走向更高的台阶 这一切都仰赖着大家的支持和付出 特别是在年度期间 所有的主播二十四小时的拉票 那各大工会的协调下 那各大主播的协调下 包括给我的老毕 在一个小时之内也刷出了一千万票 没错 谢谢 是的 九个第一 五个第二 五个第三 瑜伽最终在一五年年度盛典 参联获得最多奖项的工会啊 当然了 在这里我们很想以一首歌曲结尾 我想每次都像我和老毕一样 在这里做结束曲 是 因为瑜伽的路还有 我们一五年一六年还在继续前行当中 所以想把一首不离不弃 送给所有支持瑜伽的每一位主播 每一位粉丝 每一位亲朋好友 是的 所以赶快邀请我们的邓总 和我们的九局给大家带来 不离不弃 我们 收看 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带来